不是说健身的时候 有女生在旁边 就特别有劲吗 你是老婆啊 你又不是女生 你啥意思 就老婆在身边没劲呗 就其他女孩在身边 就特别有劲 是这个意思吧 男明星是不是都想要拍吻戏占便宜 在综艺节目婆婆与妈妈里 媳妇王灿就误打误撞 碰见了老公杜纯偷偷拍吻戏 最让王灿生气的点在于 杜纯曾与媳妇儿抱贝 这部剧不会有亲密媳妇 可好巧不巧 王灿前来剧组探班时 就正好遇见杜纯的导演假拍吻戏 于是在休息间里 王灿就趁此机会对着杜纯提议说 让我当你的吻屁吧 怎么样 但凡有人拍戏我就上 王灿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言下之意十分明显 似乎他就是在诉说 自己建议老公拍吻戏的事实 可面对老婆的提议 杜纯并没有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当作没有听见的样子 把手上的三明治拿给了王灿 以此转移媳妇儿的注意力